大概分幾兩分鐘 然後十幾分鐘之後 另外大概有10至20秒的片段 看完整套所謂整套片之後 我自己的一個結論 就是許智峯當時的行為是粗暴的 亦都可能有一點點令人吃驚的 當事人會吃驚一點點 但是絕對沒有什麼環譜 環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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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絕對沒有洪譜 或者是面對面的那種的 面貼面 講多一次 take two 是絕對沒有什麼洪譜 或者是面貼面的畫面 這個是我對許智峯是百分之一百有信心的 我亦都覺得需要出來講清楚 是為許智峯講些公道的說話 議會陣線的立場 近日都有一些人提出 譬如要許智峯辭職 或者要彈劾他取消他議員資格 這些呢我們議會陣線都是絕對不會支持的 好 請問一位請問他 是個極限的事嗎 您還是看這個性格的事嗎 還看過那些女性的秘密 機公司羅的政治居民 and it just might be insulting to the person but I wouldn't say to a woman as such I mean there's no scenes of molestation of any sort We have to be fair Gary 你先說一句 Gary 其實還有一個 statement 因為這件事情 許智峯議員在政府的女職員手上 然後搶走這個手機行為是不對的 但事出的成因是因為 政府行政機關持續長期地 是透過派員駐守在立法會大樓裏 去監控民意代表的一舉一動 甚至是去影響議員投票的結果 這個我們認為在這次事件裏 是不能夠不重視 我們都要持續關注 民主派議員早在2003年已經開始 和政府去就這些事件去交往 我們要繼續跟進 我想補充一句這麼多 就在樓上大會一樓那裏 我試過一次自己走出來的時候 就有政府人員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叫做狗仔隊 是直接對著那個電話 我聽到他講的 毛孟靜離開 我當時是覺得非常受到冒犯 一樣是冒犯 可能有少許譴責代議 是議會陣次會投反對票 要答 現在應該還是一個 根據今天我們看到的事實 我們知道的事情 我們不會支持這個譴責獨議 但是每次都有在籍不在籍 也都有很多很多 你們的投票意向是怎樣的 我們以今天的投票意向來講 我們肯定是反對的 我們亦都會在籍的 你覺得許智峯的行為是不適當 但是你們 罪不致死 那怎樣的懲署才是足夠 或者是否懲署 那個懲署已經出現了 就是譴責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黨內部的 嚴厲強烈 譴責已經有 我覺得譴責就是對的 應該是受到譴責 請問你們是 即幾位全部都是一致 議會上一致都在籍 投反對票 你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就是答案了 我們現在不是特別說捆綁 我們真的是完全是一致的立場 好 真的不行了 有些人都會覺得 如果你們反對那個責任 是包庇折峰 你怎樣回應 還有些人都會覺得 可能人民總統的相同標準 就是你們經常都說 要學本業遲職 經常都說他周浩領遲職 那為何這次發生他折峰 身上你們又要他遲職 我覺得沒有用上 不可能用上包庇這些字眼 真是 許智峰的事件發展到今天 公道自在人心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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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